各位朋友大家好 女族比赛马上开始了 我原来不想做 我想一起做跟国族男族一起就谈过带过 对不起啊 朋友们说了 曾知道做吧 就谈一下 好的 这样 比赛马上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谈一下女族的情况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职业球队 特别是说谁知道 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 作为一个专业教练带来一个国家队 他的荣誉也好 最终也好 就是热棚也好 这些都是对职业球员来说 或者职业教练来说 一路带过 就是烟消云赛 就自己来说应该有一个定力 我们不妨就对水子岛的执教 或者比赛当中的过程 进行一个预判或者是点评 这位球员和教练出身 球员出身的职业教练 我想他会 很有一种定力 就是要赢得比赛 因为我讲过了 在以前比赛 我不重复了 胜利是要有惯性的 同样输球也会惯性 那么从第一场比赛 跟第二场比赛来看 他没有把最佳的阵容 第一最强阵容拿出来 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作为一个职业教练来说 他把这种交叉的替换 比如说张宁彦是在对韩国队第一手法 然后换黄霜 然后唐嘉丽也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年轻球员上来了 这次带上去 听说上海有几个球员 然后年纪都很轻 比如说我们叫汪玲玲 这个球员 这个球员我估计今天还会守吧 那么也就是说 从对韩国队的比赛到今天 应该有三天休息时间 那么在这个三到四天休息时间 因为假如用小时严谨的算 大概有三天多吧 那么这无所谓的 这些球员 谁知道应该会有一个辅助团队 今天康复 康复以后呢 有一种必要的 就是活动 保持肌肉的就是就是活动活力 就是说韧带啊什么 这些都会有的 同样他的团队也会升级到 生理生理那个机制问题 比如说食物啊 蛋白质啊 或者食物 这个都是讲过了 不讲了 那么现在就看几个问题 女主假如说 今天作为一个争夺冠军的队伍 她必须要有一个机体 这个英文passion 这个无所谓 不卖英语 就是说激情要有 这个激情具体体现在哪里 就是启动要好 这个启动是指什么 大家征求的时候 和对方 日本队征求的时候 启动要合理 启动合理以后 加上动作幅度最大化 这个上面动作幅度最大化 和启动 包括起跑 包括转身 包括起跳以后 征求以后 落地以后 着地以后 你要有一个加速转身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细节 这些细节呢 往往呢 通过这些细节 能看出我们队员是否兴奋 是否兴奋 就涉及到一个 mental toughness的调节 和体能的恢复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从细节当中 来研判它的结果 那么同样 那么我们发现呢 上一场比赛 王双双打得比较累 可能年龄 年龄也上去了 中场的侧应啊 你包括第一场球 传给那个 就是张宁燕 这个球就是像 飞银一样 虽然是横传 他是推过去 推了很好 一滚球 张宁燕一个摆脱 左脚一个回扣 打得相当好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要 细节 要注意的 这些细节 就是积累 不断地积累细节 就是成功 成功的什么 要素是什么 就是能知道 进攻的成功 就是造成射门 进不进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不断地射门 不断地有效进攻 就是取胜的关键 进球的关键 那么好 我们今天要看 同样日本队 记得上次日本队 他传接球不差于我们 那么对于这种球队 我们怎么打 那么给我们一个启发 比如说男主 跟韩国队打 或者跟日本队打 都是取以这种 人家强于我们的 一个是0比3输掉 一个是0比0 这个都是引起 我们可以球迷观众 你们可以引起思考 同样是日本东亚的 韩国的强队 跟韩国队打 我们为什么打不好 是0比3 而且有些机会 还没有掌握好 他们掌握好 可能还要多一点 对吧 这是无所谓 不去指责 那么你再看看 跟日本队 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好 现在这个几个对比一下 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我们踢一场好球 可以 踢两场 踢三场的 至少女主在亚洲 被拿了冠军以后 已经验证了 她从奥运会开始以后 她踢一场 两场 三场 跟澳大利亚打 或者是跟什么打 跟什么打 她能够连续胜利 连续胜利里面 不是偶然的 赢一场球 或者踢一场平球 这个是偶然的 我们必须要让偶然 出现了过多 那就必然了 所以今天的比赛 我们看什么 今天的比赛 我们首先要看到 我们传接球 虽然没有日本队好 但是我们不一定 就是会输球 同样跟韩国队打 也是一样 对不对 传接球 有些上半场 她不差的 韩国队 对不对 所以这些球队 给我们了一个教训 就是经验积累 是什么积累呢 就是说 当你能够压制对方 不断地压制对方 同等距离 争求的时候 永远不收给对方 就是连续不收给对方 或者是 不是永远 就讲错了 我纠正一下 就是连续的能够争求 争到球 连续的防守 能够成功 连续的配合 进攻 能够成功 这些都是我们积累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在今天球场上 是不是能打得出来 当我们能打出这阵来 韩国也好 男主也好 女主也好 都是一样的 当你打了胜利 显得对方就无奈了 韩国就是这样 女主也这样 它有时候就是 足球实际上 这个足球的理念 是一致的 当你发挥了好了 对方就显得不行了 当你发挥了不行了 显得对方更好了 那么在我们行与不行之间 男主要好好思考了 我现在对女主是寄以希望 这支队伍 他能够连续的打成这样 在适当的调整一下 比如说他第一场对台北队 他两比零性 他不是因为他要把实力 放到最后 拿冠军 这就是教练的 Philosopher 你说韩国教练不想拿冠军 日本教练不想拿冠军 这都是假的 因为胜利是靠 一个强队的 强队的赢取球的胜利 是靠积累和惯性 那么这种队伍 为什么要胜利 我们要在职业教练的时候 你要想出一个问题 这种胜利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我们打了胜场以后 造成的胜利 这种胜场 我们要不断发生 在下一场比较发生 在今后两场 五场 八场 时常发生 这个就是形成你的打法 女族我们可以期待 男族呢 明天晚上 对那个香港队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队伍可能不是像日本和韩国这么强烈 就是强大 你很难检验我们这支队伍 就是男族 那么女族呢 也是同样的强大 反而我认为 反而我认为能够检验我们的女族 是否有能力 对不对 你连续提提的好 那么我估计一些年轻球员 比如汪玲玲 这个球员可以上来提 他有灵气 他的一些判断 和一些就是这个 掌握机会 跑动 都是有他的特点 那么这些球员呢 我希望呢 我估计今天呢 就是说 王双双呢 可能 可能对吧 要稍微要调整一下了 我估计 他可能提半场 至于上半场下半场 我们不能判断 还有呢 我估计呢 可能张宁燕和那个 王什么叫 那个王双 就是可能就 可能会出来打了 80%的时间吧 就是打了70分钟 或者80分钟吧 那么这些球员呢 应该呢 那个后面就 就是几个 就是上次 几个名字我叫不出了 这个脸都能够认出来了 现在对吧 这些球员上来以后 我们主要呢 就是说看他 胜利的 取得胜利的效果 的手段是什么 无非就是 船接球 你船接球 技术和那个 差于日本的话 差于日本队的话 你采用什么手段 你可能要采用 踢的简单 进攻的时候 我讲过了 就是跟观众讲了 你传接球 直线球要多 直线球 而且要传得好 这个就是传得好 就是在传到 所谓 我讲一个 好球好球 传到好球 好球什么好球 实际上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 好球就是说 给自己同伴 是最有力的情况 拿球 那么好 给对方防守球员 是最困难的时候 拦截 这个叫好球 至于进球 进球的时候 一般来说 进球前面的最后一传 这是很关键的 希望在女足上面 能看到这一颗 你比如说 王珊珊给张宁燕的 就是跟台北队的 第一阶进球 他就是基于好的传球 才能形成大 所以有时候看球 就是说 注意一下传球球员 那么今天我估计 谁知道 他也会拿出一些 自己的那种定力来 比赛 就是要给队员减压 不要 谁知道这句话 我很赞赏 打出自己的东西 什么叫打出自己的东西 他经常一句话 他在媒体上言 今天比赛很坚固 打出自己的东西 就可以了 自己的东西 就是在你赢球的基础上 或者是胜利的基础上 或者是胜利的基础上 你能不能在困难的时候 打出来 今天对日本 我们马上拭目以待 我估计 一般我不拆笔分的 输球赢球我不在乎 因为比如说 我要看过程 看内容 看细节 这些都是足球的 最主要的东西 当然了 你最后的比分 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你不能说 比分也忘了 这不行了 那么最好 就是说 双赢 什么叫双赢 你既赢得比分领先 你又打出一些内容 一般呢 就是强队发挥了 超发挥的时候 会有这种场面 赢球了 他也发挥的很好 那当然个别世界也好 有些偏差 都正常的 足球嘛 那么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的 今天就是要讲一点 年轻了后要注意 不要犯小错 就是说 一个球员 我们并不是要让他在球场上 过人啊 什么 我看到媒体 我不大赞同 戴维军 有一个什么 克鲁伊夫过人 这种东西很业语 没意义的 这些东西 我们要看到什么 有些球员 特别是后卫球员 你是看不到 这种靓丽的船接球的 过人啊 后卫没有机会过人啊 后卫中卫你过人 给人家一同捅掉以后 就直接对守门员了 你就是等于防守的时候 你是第一的栅栏 你的栅栏没有了 就是空门了的 所以这些东西 不要去计较这些东西 我们看去要看什么 球员要把可能产生的危机 处理在萌芽状态 这个才是我们的后卫需要的 我期待那个今天的汪玲玲啊 能出现这种场面 我不要他有很很伟大的什么 我已经看出他来了 因为这个球员有能力 他比如说他有一次封门 打门 就是最后大概九十三分钟 因为驾驶好像补师是四分钟 他这个上去 他爆发力上去相当完美啊 结果球打在他脚上 在进攻方的右 进区右边 就是防守方的进区左边 所以他这次上去 他的爆发力相当应用的好 速率也很好 那么这是一个细节过程 所以今天的比赛呢 我们期待的女主呢 就放开打 不要 因为现在有些年轻球员上来 那个水子岛这个比较 我认为是职业 很职业的 应该可以带年轻人 年轻球员 像汪林林 第一场球 第二场球 踢得不错啊 进球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对他进球应该肯定的是 但是他细节做得很好啊 有些球员 我们往往是 哎呀就是这个人进球了 这个人呢 细节一塌糊 有啊 有啊 你在四十墙上 哎呀进球了 结果什么 远色我一看 我说我没有看到 我不能评论 因为什么 我要看那个球门 对方守闻员后面的摄像头 结果比赛一玩完了 我就看了什么 都是脚弓推的 你这种比赛 就是说用脚弓推的 你基本功不够扎实啊 结果到了中川 没进过球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 我对这个足球了解的 比较多一点 点评呢 也不谈这种 就是说什么什么 大的场面了 什么 我们就谈技术 其他东西我们不谈的 对吧 足球嘛 你像谁知道 我看他这个 就是业余生活啊 他不会那种 到处什么 什么什么 社交 不会的 因为你假如社交的话 你就就是跟这个足球 可能会偏你一样 最后是脱节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现在中超的球员 练体能 体能练好以后 哇 上去拼了 什么 这种球带一点 说说说的 我们就是恳求他们 或者恳请他们 踢球啊 是一项专业技术 专业技术 最高进去是什么 是艺术化 大家要带一点那种 艺术化 很classical的东西 不要那种粗笔的吧 肌肉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华人有踢球的 还有 身材是练举重的 我不能跟他 年纪比我轻 我不能跟他踢的 我抓了以后 我不是骨头断掉 我骨架都散掉了 他这个身着 我让了来不及啊 这不是踢足球的 这个是就是练举重啊 就是健身房就要练 这可以的 当然你踢球也可以异 但是专业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那么今天就讲这些 然后呢 看看这个女足球员 那么最后提一点 大家看足球的时候注意 为什么足球球员 肩膀都不宽的 以后大家有问的话 我会这些细节 给你们讲一下 你去看 他身体都很厚 厚实 但是他不宽 那个举重身材 你一看就看到了 对吧 都是上海 上海里干人 也脸子女 这个不一样 足球不需要 对吧 但一种肌肉要 要的 但你不能说 像白斩鸡一样的 这个也不行 今天女足 我们期待 她们提出内容 提出细节 提出过程 最喜欢看 那个王玲玲 看上去 脸很happy 带微笑 这个已经艺术化了 不要提了苦大仇生的 没意义的 好吧 就这样 做了十七分钟了 明天再做男主吧 好吧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